真的要保健肾脏 健保署公布最新疾病费用统计 去年急慢性肾脏病患者 总共花费了健保费大约483亿 洗肾的人数更突破8万5千人 创下史上新高 榜上第二名则是口腔疾病 第三名是糖尿病 就有医师指出 要是糖尿病或高血压控制不好 就容易导致洗肾 我们曾经有碰过一位30岁的 30几岁的年轻病人 他因为糖尿病不好好控制 也不吃药 也不控制饮食 所以在蛮年轻 30几岁就变尿毒洗肾 而且就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眼睛就看不到 三高的慢性病会伤害肾脏 造成肾病的重要原因 而相较其他国人 台湾洗肾人口特别高 也耗费庞大的健保资源 健保署长李伯璋则提出 肾脏移植的策略来改善 我就一直不断跟政府呼吁说 政府一定要重视台湾器官捐赠 跟器官移植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部分在做 不过就是我们很希望 我们怎么更积极的协助 各个医院做遗史的团队 能够很好做事 这很重要 李伯璋更呼吁 国健署能协同医院 加长推广肾脏健康的观念 从源头把关 保护肾功能 才有办法从根本来解决 居高不下的洗肾人数 记者综合报道